这再说,韩国青州一间医院即使给出年薪10亿韩元,约台币2388万,也招募不到心脏内科医师。 大家好,我是石渊医师。 韩国的医疗困境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 来看这一则去年2023年6月的新闻。 年薪10亿韩元也聘请不到医生。 这再说,韩国青州一间医院即使给出年薪10亿韩元,约台币2388万,也招募不到心脏内科医师。 要知道,就算在首尔,职业15年的资深心脏内科医师,年薪不到2亿韩元的不在少数。 但是青州这间医院甚至对年资没有要求。 为什么医生不愿意去偏乡医院?偏乡真的这么缺医生吗? 这是医学系扩招2000人能解决的问题吗? 其实不是偏乡没有医生,而是偏乡没有病人。 现在的病人不希望在偏乡医院地区医院接受治疗。 病人不相信偏乡医院地区医院能治好自己的病。 地区医院也可以治疗癌症,但是病人确诊癌症之后会说, 我不要在这里治疗,我要去全国最大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。 韩国来说就是Big Pipe Pian One,五大医院。 全都在首尔。 就像台湾的台大医院、台北荣总林口长庚,全都在北部。 就这样病人都到首尔的五大医院了。 转诊单上转诊原因大多都是因病人意愿。 甚至不需要转诊单,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到五大医院看病。 病人没有限制地涌入首尔的五大医院,导致五大医院爆掉了。 连地区医院可以治疗的病也都要看。 结果就是五大医院排队三小时,看病三分钟。 而偏向医院地区医院则是空荡荡的。 所以医学系扩照确实会增加一些些偏向医院地区医院的医生。 但是没有用啊,偏向医院地区医院没有病人啊,病人都跑去首尔了。 即使偏向医院地区医院的医生变多,病人还是不会相信偏向医院地区医院。 所以医学系扩照不会解决韩国医疗困境的根本问题。 以上,我是石原医师,谢谢观看,再见。